Zither Harp 据伊朗媒体报道,近日伊朗情罢部门破获了一起企图针对伊朗进行恐怖袭击的案件。 在本月伊朗安全人员在七夕不省份,抓获了13名射旋进行恐怖活动的人员,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。 以军本日在叙利亚境内集合打击恐怖组织,这不曾想到自己的后院居然失火,恐怖分子已经展开了对伊朗本土的袭击计划。 根据情报部门的消息称,此次抓获了13名恐怖人员,全部都是伊斯兰国的成员,他们此次的目标是库尔德斯坦省,包括进行一系列的炸弹袭击,甚至还要暗中刺杀逊尼派等一些宗教人士,如果一旦实施成功的话,必然会对伊朗造成不小的打击。 伊朗的情报部门,在得知他们的真实身份后,迅速制定行动方案将其一网打击,并且在他们的停留场所,还收到了许多的炸弹、枪支等,可见这些恐怖组织人员,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。 伊斯兰国是经常在叙利亚以及伊拉克进行活动的恐怖组织,在这两国内发起了众多的恐怖袭击。 在叙利亚近几年的混乱之中,他们在此地得到了更加冲犯的发展,严重威胁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。 而伊朗也是对其进行倒立打击,在2017年伊朗总统宣称该恐怖组织已经被彻底剿灭,不过从这两年的恐怖案件来看,其大有死灰复燃之下。 近两年的叙利亚战乱,让了该组织在其境内占据了不少的地方,而叙利亚政府军也是注意到。 而这一点,开始进行清洗活动。 目前,伊朗已经集结大量军队,在叙利亚参加反恐作战,只是没想到,已经有该组织人员,已经渗透入国内,并准备进行恐怖活动。 根据消息报道,被抓获的这13名人员,分约分为两个团获进行活动,可能是要执行不同的任务。 在这其中,更是有些人在境外受到过专家的指示训练,可见,他们是有备而来,不容小觑的。 他们的行动受了一名该组织高层的指挥,去分析这名头目应该不在伊朗,而是采用热称指挥的方式,让这些恐怖人员进行活动。 如果不是伊朗情报部门的及时参与,这些恐怖行动,一旦得到实施肯定会造成巨大的破坏,这同时也给伊朗政府提了个性,在对外打击这些恐怖组织时,也一定要注意国内的安全,因为他们很可能会做出报复性的反扑行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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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